在釋迦摩尼佛時代 佛陀所度的所有的身團都是出家眾 全部都是出家眾 佛陀認為他以出家為第一 所以他有出家功德經 那麼佛法的 直持佛法的 一直到現在從古到今 都是由出家眾直持佛法 那麼在家眾復持佛法 在家眾是復持佛法 出家眾是直持佛法 當初啊佛要涅槃以前 他把一切的眾生 附屬給地藏王菩薩 沒有附屬給文殊實力菩薩 文殊實力菩薩他的智慧最高 沒有附屬給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慈悲最重 最終 一個是代表智慧的 一個是代表智慧的 一個是代表方便的 兩位大菩薩 他沒有附屬 結果附屬給地藏王菩薩 主要是主持佛法的 是出家人 他沒有附屬 所以當初 釋迦牟尼佛的心意啊 他就只有附屬給地藏王菩薩 因為地藏王菩薩 他獻生文生 就是出家聖賢生 地藏王菩薩是出家的聖賢生 是出家的聖賢生